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桥牌威克堂 那么今天来上我们的第二节课 在了解了桥牌的历史和文化之后呢 我们今天正式进入桥牌规则的学习 之前从有人问我 桥牌用的牌是不是特殊一点的 其实不是的 桥牌用的呢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副扑克牌 然后呢把中间的大王小王给它去掉 那么一共删下来就是52张牌 在这其中呢有四门花色 其中黑桃红芯被称为高级花色 简称为高花 那么剩下的方块还有梅花呢 就是被称为低级花色 简称为低花 同时为了方便称呼啊 我们称黑桃还有梅花为黑花色 这个就显而易见是根据颜色来命名的 然后呢我们的方块还有红芯呢 被称为红花色 每门花色呢共有13张牌 其中2是最小的 A是最大的 那么以方块为例 从左至右就是方块当中每张牌的大小牌力 一直从A到最小的2 在一张牌桌上呢共有四名牌手 分别坐在一张正方形牌桌的四个位置 我们分别将四个位置称为北东南西 南北两人为一对搭档 东西为另一对搭档 这两对搭档之间彼此为对手 在进行一副牌的对局之前呢 首先要发牌 每人13张牌 发牌结束后牌手需要理牌 以确保牌张正确 牌局有效 随后进行理牌 整理自己的手牌 使随后的牌局进行的更加顺畅 赛车之后呢 牌局便正式开始分为叫牌和打牌两个环节 关于叫牌和打牌的详细规则呢 我们会在之后的课程当中做具体的阐述 那么叫牌和打牌是桥牌一局当中的核心环节 那么在叫牌和打牌结束之后 便进入计分结算牌局结果这个环节 计分是桥牌一副牌的最终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来说正式的比赛当中 比赛主办方已经通过发牌机发好了牌 插在牌套中 以方便比赛的组织管理和成绩计算 如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牌套 在我们拿到牌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礼牌 在桥牌之中 花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所以要分花色礼牌 左上角和右上角呢 都是两个错误的示范 使用下方的这张图 才是正确的桥牌礼牌的示范 在每个花色中呢 我们将牌从A到R按大小顺序礼牌 为了方便查看自己的手牌 同时为了不混淆同样颜色的牌 我们建议将黑花色和红花色错开 另外 因为在出牌期间手中的牌会越来越少 而本来张束较少的花色更容易全部被打出 为了防止一门花色全部被打出之后 这门花色两边的同色花色连在一起 导致容易混淆 一般我们将最短的牌离带两边 完整的一副牌在里牌之后呢 分为叫牌和打牌这两个板块 叫牌即为搭档和对手通过竞争和博弈 进行合法的信息交流 并确定接下来打牌阶段的目标 这个目标呢 我们一般称之为定约 获得定约的一方为坐庄方 另外一方为防守方 打牌则是根据定约 按照规则 一张一张的打出手中的牌 坐庄方如果完成了定约 就会获得对应的分数作为奖励 而若没有完成定约 那么坐庄方就会被惩罚 不仅无法得分 作为对手的防守方 还会获得一些罚分 视频当中的这副牌呢 是我在一个线上桥牌APP当中打的 那么为了方便节省这个教学的时间 这副牌我打得非常的快 当然其中也没有做什么考虑 那么一般正常来说 我们打一副牌的时间会在7到8分钟左右 OK那么到这里为止 关于现代桥牌的基础规则 我们介绍的就差不多了 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规则 我们在微课堂中就不提及了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在之后呢 我们会关于教牌的规则 以及打牌的规则展开更加详细的教学 欢迎继续关注桥牌微课堂